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八国联军侵华时,他在上海挑战国外大历史,开办武术馆,但遭受日本人毒害英年早逝,影视剧中霍原甲不断神话,但在历史上霍原甲有功,比起这位大神来说也很一般。 这位大神曾是慈禧太后的御前侍卫,被太后封为大内妃英,53岁时,他还一拳打飞了霍原甲。 这位御前侍卫就是大内高手李瑞东,因鼻子很扁平,所以仁宋暗号鼻子里。 他从小练武,一生经历了六大门派的功夫洗礼,几个大派系精华学学于一身,内里气息和外敛招式学而化之,自创了自己的礼盘太极拳法。 是北方武学界的领头人物,担任中华武士会的老大,二品戴昭侍卫,是武术界的一代宗师。 历史上李瑞东和霍原甲曾有一战,证明了李氏太极拳法,绝非浪得虚名。 53岁的老李对战,35岁的霍原甲,老李问霍原甲前来挑战,便问霍原甲所练的是什么功夫。 霍原甲回应摔跤,老李便说成让,素问摔跤脚底功夫的,可以让你一招,我站着不动,你尽管使出拳脚踢我,我若有任何招架不住,就算你赢,霍原甲青年就来脚下功夫接连二脚,但老李却丝毫不动。 第三下霍原甲亮出真功夫,但竟然连脚都收不回,反而李瑞东一招就将霍原甲打飞到院子里。 霍原甲影视作品中,两人的鼻子,为了渲染民不情节,就变成了夸大劳力失败,陪衬霍原甲努力的角色。 这种做法也曾一度让李派传人感到气愤,要知道在当时霍原甲的武功跟李瑞东不再一个次远,在真正懂武术的内行人心中,李瑞东的形象比较立体,武术财富是一直流传下来的,而不是影视中英雄所凸显的浮夸豪杰壮举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